现在正在拆除的是荒废了大约30年的非法木屋 不过这些木屋其实也被吸毒者占据 而且造成附近居民困扰 文良港警局局长黄美生助理警监指出 警方多次接获民众投报 只有吸毒者骚扰居民及偷窃 甚至进一步勒索政府工程承包商 威胁他们交保护费 否则就烧毁裸理以及破坏器材 为了彻底杜绝吸毒者的恶行 警方这次联合吉隆坡市政局 反毒机构以及水利灌溉局 一共27名执法人员 展开取缔及摧毁非法木屋行动 并在行动中逮捕了4名写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